你好 名字姆姆 第一次 抱歉 我在這裡 因為有憤怒 牆上凸寫著正1.5度C 手貼著位於西班牙的哥亞名畫 兩位環保團體人士 抗議政府不願針對氣候議題 採取更多行動 而破壞經典名畫 近期成為歐洲環保人士 傳遞訴求的管道 綠色豌豆湯灑滿整幅畫 泛谷的夕陽下的播種者也遭遇襲擊 義大利環保人士襲擊化作後 同樣將手黏在牆上 高喊反對全球暖化和化石燃料 我們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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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100位環保人士 闖入荷蘭一處私人飛機區 坐在飛機前拉起布條阻擋起飛 他們要求政府 減少不必要的短程和私人航班 來降低碳排放 儘管環保人士靈異良善 但激烈行為也引起不滿 我認為是完全相反 我實在是為了 原因 但不是他們的行動 不是他們的行動 不是一切 抗議行動越去激烈 因為第27次聯合國氣候峰會 6號在埃及正式登場 超過200個國家共同參與 其中也包含美國總統拜登 以及英國首相蘇納克 這次峰會和去年大致相同 將聚焦討論減少碳排放 以及確保全球超淨零碳排經濟前進 實現本世紀升溫1.5度C以內的目標 不過全球今年遭遇氣候災害猛烈襲擊 能源價格居高不下 糧食危機也越趨嚴峻 無論是開發中或是已開發國家 都面臨經濟危機 這些因素恐怕都會是 與會國家必須討論如何共同應對的阻礙 記者劉家宇報導 正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 もう很快 來對 你的折扣